副署長 三位分別是 劉慈慧女士 袁旭健先生 還有周一鳴先生 在這個時候我先請 四位副署長 副署長來一張合照 正前方 可以 看著攝影師 也可以 拿起 警務署署長的 首要行動項目 裡面列出2023年 今年主要的警務工作 鄭夏處長也會跟大家介紹 現在請 處長 面向左手邊的 攝影師 中間 右手邊 前面的攝影師拍完了以後 在看中間 左手邊的攝影師 還要多拍幾張 左手邊的攝影師 麻煩大家向左 好 好 往方中間的 還有橋中間吧 橋中間 讓後排電視台的攝影 都拍一下吧 好 時間差不多了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 右邊 好 謝謝 現在有請 處長 還有三位副處長 再次歡迎大家出席 今天的記者會 稍後 處長會簡介 2022年的香港 治安情況 還有警務處的 今年的工作 然後是 提問的時間 現在時間交給 處長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歡迎大家出席 今天的記者會 跟我一起出席的 有副處長 國家安全 劉慈惠女士 副處長行動 袁旭健先生 還有副處長管理 周一鳴先生 我現在想跟大家 講一下 2022年香港的 整體治安的情況 以及警隊 本年的工作重點 之後再 歡迎大家提問 2022年 香港整體 罪案一共有 7048起 將2021年 增加了 5620起 主要是 由於 單單是 詐騙案 也增加了 8643中 整體的 破案率是 35.2% 除了 詐騙案 之後呢 整體 罪案數字 按年 減少了 3054起 當中暴力 罪案有 8830起 減少了 757起 下跌的 主要罪行 包括性罪行 嚴重毒品 罪行 形式 恐嚇 形式 毀壞 還有車內盜竊等 打劫 還有 抱歉案件的 中數 更是1969年以來 有紀錄以來最低 而商人 嚴重殴打 縱火 強烈 還有 爬蟹案件 就是 自回歸 以來的 新低 我會先說一下 幾類 比較受 關注的 罪行 兇殺 兇殺案 有30起 較2021年 增加了7起 當中15宗 涉及家庭 或者是親人之間的暴力 全部的 兇殺的案件 都被 爭破 另外我想說一下 詐騙 在2022年的 照片案的數字 有27923起 佔整體罪案 近四成 錄得四成半的 顯著的 显著的 升幅 當中大約七成 涉及網上 騙案 照片案 涉及的金額 也達到48個億 升幅主要來自 網上 購物騙案 求職騙案 投資騙案 還有電話騙案 分別錄得 四成 到1.8倍的 升幅 其中投資騙案 還有電話騙案 的損失的金額 依然龐大 警方持續 加強跟業界合作 去年 銀行支援 就協助 阻止了 232起的 騙案的發生 我們18222 防片翼的 熱線 也在888起 的騙案中 成功的攔截 超過13億元 此外 警方去年 透過情報主導的 行動打擊 騙案 成功瓦解了 多個 詐騙集團 逮捕了 大概1300人 我們也主動 跟政府相關的部門 監管機構 還有業界合作 加強防罪 還有宣傳的協作 我們也跟通訊辦 還有電訊商 在9月底 去年的9月底 成立了 專責工作小組 制定打擊 電話騙案的措施 包括攔截 加852 為自投的 尾帽的來電 還有協助用戶過濾 還有攔截 涉及網絡 詐騙的超連結 還有停止提供服務 給涉及片案的 本地流動電話號碼 勿求從源頭 阻結 片圖 詐騙 去年我們也推出了防片 伺服器的資料庫 有助市民分辨可疑來電 或電郵等等的資料 我們已經一共使用防片 伺服器錄得大約 20萬次的搜索 當中大約的15000次的搜索 跟已確認的 詐騙案件有關 推算已經成功提示用戶 避免高達13億元的損失 為了更便利市民使用 我們警方明天 將會推出防片 伺服流動應用程式 APP叫ScanMeter 稍後我的同事 會跟大家介紹 接下來勒索一共有1826起 升幅達一成半 升幅主要來自當中 七成七是裸寮的勒索案 學生依然是最大多數的 受害人群組 在應對方面 警方也持續加強宣傳 呼籲市民提防裸寮的勒索案 包括舉行大型的網絡安全博覽2022集 還有學校的講座 我們也在1月展開全城首網的網絡安全運動 提升公眾的網絡安全意識 還有提防網絡限定 三合會相關的罪案 我們錄得2554起 上升666起 政府主要涉及詐騙 升了514起 嚴重賭博罪行90起 偷車68起 還有操控賣淫的案件 升了59起 我們警方一直關注三合會相關的非法活動 去年涉及三合會的嚴重暴力案件 警方立馬跟相關的政府部門 還有內地執法機構 協助嚴厲打擊相關的罪行 包括進行大型的反三合會行動 我們也因應世界杯的期間 展開反非法賭博行動 逮捕了超過1000人 同時也加強打擊三合會分子 操控賣淫 還有參與詐騙 逮捕了超過200人 還有偵破了超過300起的騙案 在打劫還有入入盜竊方面 隨著警方針對性的加強巡逻 還有採取情報主導的行動 去年打劫還有抱歉案 我們提過持續錄得顯著的跌幅 案件數字更是自1969年有紀錄以來最低 打劫案年下跌3乘7 全年有77起破案率是7乘4 也是過去46年以來的低耳高 入入盜竊或者是抱歉 下跌了4乘886起破案率是4乘3 也是過去46年以來的新高 性罪刑方面強姦有53起 減少了26起 全部案件都已經征破 非理案連錄得6%的跌幅 有953起破案率是8乘1 受害人在網上認識一犯之後 被強姦或者是非理的案件 一共有16起 減少了24起 警方會持續留意性罪行的趨勢 並且連同各持份者進行針對性的宣傳教育 嚴重毒品一共有1436宗 跌幅有10% 案件中途雖然減少 但是減貨量確實有上升 主要是警方加強了情報行動 成功了在源頭堵截毒品流入市面 去年警方破獲了多種大規模漫毒的個案 分別的減到了485公斤的病毒 424公斤的可可干 哈因 市值43一 還有最大的905公斤的大麻花 市值是1.9億 我們持續的跟公眾 持份者宣揚抗讀的信息 包括去年舉辦了禁毒機 2022大型的宣傳 還有剛啟動的第二屆 禁毒領袖學院計劃 青少年罪行我們警察 繼續跟學校家長會辦學團體 加強防罪的工作 去年我們舉辦了多項活動 包括少年警訓夏令營還有推出了 青少年罪行至市長公的小車子 給老師家長青少年提供應對策略 還有防罪的訊息 去年犯刑事罪的青少年有2774人 按年下跌了8.2% 當中學生的背部的數字下跌了11% 其中刑劫嚴重毒品 刑事毀壞都有顯著的跌覆 刑劫下跌了80% 嚴重毒品下跌了40% 刑事毀壞壞 這些案件涉及學生也下跌了17% 就反映了過去一年 警察跟校長、老師、家長 還有持分者的緊密協助 確實提高了學生對犯罪的警覺性 雖然嚴重毒品罪行被捕的學生有事成的跌覆 但是還是有17名13歲到14歲的學童被利用做販毒 而且被捕的 這些案件呢 大家都知道中都嫌多 因為判刑是很重的 所以警方需要社會各界的合作 預防青少年受罪犯的利用 另外年輕人可能會給損友的誤導影響 為了賺快錢給人利用 參與了一些違法的活動 包括提供銀行的帳號收取和這個款項 去年年輕人涉及詐騙的案件 也是有個明顯的勝負 接下來想說說國安法 國安法在執法方面警方拘捕了236人 當中140個人已經被檢控 最後我想說說警察 今年有四個工作重點 第一 繼續維護國家安全 推動全民反恐 去年我們有一小部分反中亂港的人 在網上平台煽動他人參與 激進違法行為 我們要防範本土恐怖主義地下化 這個本土主義地下化帶來的極端暴力威脅 警方也會持續的透過不同的媒體活動 提升公眾對全民反恐 建議激暴的意識 而且會繼續推廣反恐 舉報熱線還有反恐的賞金 鼓勵市民提供 射恐射報罪案的消息 同時也要提升 持分者的應變能力 第二 我們會強化青少年的工作 警察會繼續跨界別多專業的合作 透過軟性的方法聯繫青少年跟社會各界 携手增強青少年的守法意識 還有防止他們給不法分子的利用做一些犯法的行為 我們要提供更廣闊的平臺給青少年發展所長 第三 加強社區聯繫 警隊會繼續跟社會保持緊密的合作 透過優化警政府提高透明度 加深市民對警務工作的了解 增加公眾對警隊的信任和支持 第四 我們要確保公共安全的秩序 聚焦 聚焦 防罪滅罪的工作 疫情過後 社會慢慢的復長 警方會竭力的保障 逐漸的扶辦公眾活動安全有序 同時 警隊會繼續聚焦處理市民關注的治安問題 包括重點打擊詐騙案 從去年9月開始 我們警方主動的跟持分者加強合作 推出了剛才我提到的防片的伺服器 還有一個防詐騙的大測試 還有在不同的水道提供一些信息 也在電影開場之前放一些短片等等 警方注意到 詐騙的中速從10月的高位已經回落 電話片暗暗在過去兩個月更加錄得顯著的跌幅 我也希望順道介紹一下 一個包含常見片手法的一個提子 還有一個提示給大家 大家需要提防扁片子 30萬張這些提子 就會在2月17號透過兩份免費報紙 就派發給市民 此外 明天我們會推出剛才我說的防片伺服APP 它叫Scanmeter Plus 這個除了更方便給市民搜查可疑的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收款和帳號等資料 評估當中的安全風險 市民也可以透過這個城市 推送防片的信息 現在我就放一條短片給大家看看 防片伺服APP在這裡啊 防片伺服APP最適合你 防片伺服APP會即時幫你評估詐騙風險 你可以查到電話網址 那個帳號等等 就按一下那麼簡單 跟警察報案 我們的風險有四個級別 市民在網購之前 要可以輸入銀行帳號號碼 如果顯示高位 就顯示這個跟詐騙案件有關 例如收到852來電 可以輸入這個號碼 如果出現紅色 就顯示跟詐騙案件有關 如果出現橙色 那是中高風險 社交用戶名稱需要舉報 風險 陰暗還是高 黃色是中風險 代表有相關的詐騙電話 紫色是沒有記錄 沒有記錄 不代表是安全 還是要保持警惕 這個APP有方便的諮詢 一個APP就可以看所有的信息 這個第一個時間可以查到了 你不想受騙 可以及時的分享給朋友 APP有一些相關的連結 包括電子報案中心 有需要的說 可以即時報案 方便伺服APP 可以在手機免費殺載 大家都可以殺載 總的來說 香港的整體治安情況穩定 行政長官選舉 還有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活動 也順利舉行 跟其他的國際大都市相比 香港的整體罪案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 雖然整體罪案還有詐騙案增加 但打劫 抱歉等等影響民生的罪案 都錄得顯著的跌幅 除了警方接受岗位維護法解 也有賴市民防罪意識提高 還有對於滅罪工作的支持 我的發言大概就是這樣 現在歡迎大家提問 謝謝處長 現在是提問的時間 我們同時會把話筒遞給你 請先舉手 先介紹你代表的媒體機構 每次提問不多於兩條問題 在我附近的第二排的川軍陸綠色的 處長 副處長你好 我是Anthony 香港01 之前有消息說反修例示威 警方今個月方面就有這個決定 最新的檢控決定是怎麼樣 有傳可以消案當中涉及多少人 會不會有一些施加的條件 怎麼樣通知當事人 是不是向社會發出大和解的訊息呢 第二 關於網上騙案 剛才聽到處長說過去一年有很多行動 但是我們看到在宣傳方面 還有市民還是受騙 包括高學歷 專業人士也受騙 那處長你如何評估現在網上詐騙的風險 未來有什麼策略來打擊這個情況 避免市民受盡權的損失 好 謝謝你的提問 就反修例的一些案件 兩三天前我都提過 就這些案件我們還一直在檢視 務求盡量在這個月之內 跟大家公佈處理的方式 所以我在這裡就沒有補充了 就防騙的案件 確實大家都看到去年騙案的數字 相比之前2021年上升了44.5% 升幅是非常顯著 當中這27923起 超過8700宗 是有關網上購物片案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網上購物是十分盛行 網購的時候當然需要小心 另外其他一些比較普遍的一些片案 包括求職網上的求職片案 我們經常說的刷單的片案 還有一些投資片案 網鏈的片案 還有假冒官員 或者是猜猜我是誰的電話片案 這幾種是比較普遍的 就防騙方面的宣傳呢 我們過去兩年 在不同的渠道 花了很多的功夫宣傳 包括在電視、收音機、社交媒體 我們做了大量的宣傳 大家都看得到的 最近我們在電視台 有僅僅120秒 當中還有很多信息在電台播放 那大家問為什麼有那麼多宣傳 還是數字上升 我們跟受害人都了解過 即便我們做了宣傳 但受害人沒有留意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我們每天都收到很多的信息 但是否真的有認真了解內容了 我們在很多的宣傳裡面 包括電視台 還有就是電視台的節目 愛回家等等 我們也有防騙的宣傳 我們解釋了犯案的手法、方法 但你沒有認真去看的話 那當騙徒打電話給你的話 你也不知道他就是那個犯人 你知道這個犯案的手法的話 你一聽你就知道 那問題就是 如何能夠將宣傳 能夠真的帶入大家的家裡呢 這個是我們最近都加緊力度的工作 包括剛才提到 有17條的政府的隧道 我們做出植入式的廣播很短的 比如說假冒官員的騙案 我們說任何內地官員 也不會直接打給香港人 做出一些調查的事情的 我們希望能這樣做 持續地做 比如說播放電影前的廣告 我們也在那裡 就播放了一些防騙的廣告 你不想聽、不想看 我也要你聽、要你看 就是這個精神 希望能夠真正帶出這個信息 除了一連串的宣傳之外 我覺得防騙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們跟相關的一些監管機構 一些持份者等等 一起的找出一些點子 去加強防騙的工作 宣傳的工作 比如說銀行 銀行方面 我們過去這兩年 我們經常跟他們協助 比如說簡單說 有銀行的職員 他碰到有一個到銀行的人 他就提取了一大筆款 把它轉到另一個戶口 他們就會幫忙去問一問那個人 同樣真的可疑的話 會盡快通知我們 讓我們能夠盡快去查一下 他是否被騙 銀行方面 我們也跟他們 就是鼓勵銀行的職員 幫忙做一些 攔截片款的轉帳的工作 我們每年 都有一個頒獎的典禮 除了銀行業之外 我們也請通訊辦電訊商幫忙 那麼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們跟通訊辦一直都有合作 去年9月開始 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這個工作小組 就我剛才提到的 每逢是加852為字頭的電話號碼 如果是曾經設計一些騙案的話 現在已經把所有這些電話號碼都堵結了 另外我們都 就一些在網上的超連結 如果是曾經 涉及騙案的話 電訊商都給幫忙 我們把他們攔截了 自從去年9月開始 我們成立了工作小組之後 每月我們都跟相關的通訊辦 還有相關的流動電訊商 每月都會開會 所以務求多找方法 去進一步有效地處理一些防騙的工作 最後一點 我希望也藉這個機會 跟大家說一下 無論我們做多少防騙的宣傳工作 跟剛才我說的 未必每人都會留意 但在座的各位媒體朋友 相信你們對於防騙的手法是清楚的 最重要是幫助 幫我們宣傳 也幫忙提醒身邊的家人朋友 因為我們發覺很多騙案 特別是電話騙案 網鏈 每當受害人 到處跑 發光了自己的儲蓄 或者是還去問人借貸 問家人借錢 那往往家人都是旁觀者清的 都會提醒家人 你是否受騙了 受害人在這個時候才如夢初醒 所以我希望各位 如果大家 知道 這些行騙的手法之餘 也要 不要藏在心裡 也要提醒身邊的家人朋友 下一位 那邊穿了灰衣的男士 謝謝 你有什麼回應呢 最近 有討論 23條 立法 特首就說 要維持目標 有些人說 就應該 放下來 另外 去年的 治安數字 整體 涉及 詐騙 虛擬的罪行 那麼 疫情期間 大家 上網多了 現在 服藏了 會不會多一點 實體的罪行呢 農 農曆新年 開槍的個案的發展 有沒有必要要開三槍呢 你提了四五個問題 我就嘗試一下回答 首先 國安法這個執行的情況 重立了國安法 我們拘捕了236人 其中140個人已經被檢控 我想問一下 你問國安 有沒有打壓人權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可以仔細想想 所有的發達的國家地區 有沒有處理國安的法律 絕對是有的 維護國家安全 對每個國家來說 一定是頭等大勢 大家 一定希望 我們 居住的地方 都希望 安全 那麼 在執法方面 我相信 大家也需要注意 自從立了國安法 現在恢復了平靜 但是 我們也提到了 要提防 本土 恐怖主義地下化 有些人 採取的軟對抗 嘗試 煽動 再往上 往下 做一些 煽動行為 我們 這方面 就 這個本土 恐怖主義 跟其他罪行一樣 我們 光依賴警察是不夠的 剛才我們 我們會推廣 推廣一個全民的舉報 當市民看到可疑的東西 可疑的人 可疑的活動 物件 就盡快通知警察 我們有很多渠道 可以 我們有一個舉報熱線 有一個國安法的熱線 這方面 我們很開心 在這個 2020年到目前 已經有超過40% 多萬條信息 反恐的舉報熱線 去年 6月 到現在 有接近一萬三千條信息 當中 有一些 是可以跟進的 甚至 有進一步 有拒步行動 其中兩種 讓我們拒步了 一些可疑人 涉及 非法的武器 還有化學品 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希望 市民能夠 繼續的 跟警察合作 反恐 這些工作 幫助警方 接下來 接下來 就關於 治安的情況 疫情後 會不會有 實體罪案上升 這方面 我們會密切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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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進入了 司法程序 我在這裡 就不方便 進一步 評論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們前線同事 有一個 嚴謹的 要求 有個使用武力的守則 我們給他們的 培訓 使用武力的 那些培訓 是非常專業 我們非常重視的 每種事件後 我們有一個 全面的檢討 如果有需要 誘惑 我們會進一步的 誘惑 我們希望 大家有更多的 提問的機會 就麻煩 限制問題 到兩條 明報的 首先 C9法院 玻璃 毀壞 有沒有找到 還有紙談 是不是懷疑 是跟初選案 有沒有涉及 國安恐怖主義 另外國安方面 處方會怎麼樣回應 一個說法 有濫用暴力 還有一些移民增加了 過去一年 有部分的國安人員 約談或者會面 不是調查 那只是會面 是不是調查 策略有改變 最後想問 23條 是哪個 執法部門 處理呢 好 首先 C9法院 玻璃破碎的 我們 嚴厲譴責這個行為 這個很明顯的是衝擊 司法機構的暴力行為 我們 我們非常的重視這個個案 這個案件 已經交給有組織 三合會調查 我們也透過這個機會 就跟市民呼籲一下 如果經過那個 法院 有信息可以提供給警方 希望大家儘快的通知警方 那麼這個調查的精度還有行動的資料 我就不方便披露 至於國安法有沒有濫用暴力 你要這樣問 我就不如大家想想 在黑暴發生後 那麼多人 出示年輕人去攬炒 做違法行為 大家在過去兩年也看到了 很多年輕人 給這些背後的人 透過一些被列的行為 給他們 推出來做 違法的行為 這些年輕人就需要坐牢 那麼他們的家人 是非常非常的痛心 很多年輕人 感的 感後悔 我也曾經去探望這些年輕人 我也記得有個年輕人就跟我說 他說 因為我問他 他有什麼 分享 可以跟別的年輕人分享 他就說 千萬不要把衝動放第一位 其實背後 大家看到了很多人 很卑劣 他們 讓小孩去做這些非法行為 這些卑劣的行為 我覺得絕對 需要大眾的譴責 下午好 南華早報的 第一個問題是 整體的治安 尤其是 詐騙的 去年的詐騙的案件 這個詐騙上升 有沒有什麼背後的原因 為什麼會上升呢 還有有沒有一個規律 是不是受害人 越來越年輕 或者是某一個 族群是 特別容易受害 警察有什麼的方法去對付呢 另外關於國安法 我們就發現 反恐跟國安是警方的重點 還有 反送中 還有 這反送中的運動 目前已經出現了 236個人 拘捕了 警察會不會太過注重國安法 就忽略了詐騙 謝謝你的提問 首先 你提到詐騙案 那很明顯的 我們看到大概有45%的上升 這是去年的詐騙案的數字 相比 之前一年的數字 那你問 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都留意到 疫情期間 過去兩三年 很多人 都 使用社交媒體 跟他人溝通 有超過 8700多起的網上購物片案 很多受害人 都是使用網上的社交平台 來進行不同的活動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詐騙案 數字上升的主要原因 那我們的策略 我之前都提過 因為之前都有記者提問 首先是宣傳 宣傳是十分重要的 但我們應該如何有效的 利用 宣傳的力度 讓大家真的 聽到這個信息呢 因為我們每天 在網上都收到 大量的諮詢 在網上都收到 大量的資訊 問題是 這些防騙的信息 是否真的能夠讓 受害人聽得見 看得到 我相信很多受害人 我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們有聽到 這個反詐騙的信息 但是有沒有真正去瞭解呢 他們就說沒有 所以呢 當你清楚 詐騙案的 行騙手法的話 請你都多提醒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這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我們一定要 共同的努力 來打擊詐騙 你另外提到的 國安法 我等一下看看 劉女士 劉副處長 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關於違反國安法的案件 你提到的是 大概200人被檢控 那是否 那是否 警方在執行 國安法的時候 花的太多的資源 我的解釋就是 這是 警方的首要任務 那當然我們要 多花功夫 但是我不同意 是太多了 因為這是我們的 首要的工作 這個也是 全球都關注的 國安議題 因為 國家安全 都是每個國家 要留意的地方 看看劉副處長 有沒有補充 維護國家安全 對於每個國家而言 都是重點 那香港的國安法 成立之後 已經 由亂到治 在社區也恢復了秩序 但是 我們現在 也不能 這樣安心起來 我們依然要留意 我們知道 有些 個別的分子 他們依然想 利用不同的方法 去危害 國家安全 例如 孤狼市的襲擊 在2021年7月1號 有這麼一起事件 還有本土的恐怖主義 就顯示 在本土還潛在一些 這麼的分子 在不同的平台 有些人 去煽動他人的犯法 發布一些不實的信息 有些人還受到外在的 勢力分子影響 對於香港通過不同的平台 去發布一些 錯誤的信息 警方 所以要提高警覺 要繼續進行 情報主導的行動 來防範、制止、懲治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我也藉這個機會 提醒公眾 通過我們國安的熱線 還有反恐熱線 向我們提供情報 來支持我們的工作 維護國家安全 最遠的那位女士 我是香港電台 有兩個問題 第一 在跟進詐騙案 你為什麼覺得 這個趨勢還會上升 可以再解釋一下 關於電訊商 他們這個 你剛才提到的 在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 提到這個登記的方法 會有效呢 關於國安法 逮捕了230人 他們被逮捕的是什麼罪行 是否包括有關國安的罪行 例如分裂國家 還有大概什麼時候被逮捕的呢 對 對不起 第一個問題 我沒聽清楚 可以再重複嗎 因為剛才有人的電話就響起來 這個是跟進剛才的詐騙案 為什麼你覺得 是有上升的趨勢 會延續 可以再解釋一下 跟電訊商的一個計劃嗎 比如說 你提到這個 就在一個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 提到一個 發放這個短訊的這個計劃 謝謝你的問題 有關詐騙的數字 我就這麼解釋 我們跟不同的機構都持續的合作 希望 詐騙的數字 會下架 因為事實上 我們過去幾個月 比如說 我之前提到電話騙案 我們跟通訊辦的合作之後 還有流動電話的電訊供應商的合作之後 我們都實施了很多的措施 那麼過去兩個月 我們就看到 有一個很明顯的 電話騙案的數字的下跌 比如說 2022年11月 有超過440宗的電話騙案 但到了1月 就大幅的下降 只有149起電話詐騙 那麼我們當然會 繼續跟通訊辦 還有電訊商持續的合作 那我之前都提過 我們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 就是跟通訊辦 還有電訊商一同成立的 他們都是 這個專責工作小組呢 他們都是十分用心的 比如說 那些 加852字頭的電話號碼 這些 假冒的電話號碼 如果曾經用過來 進行詐騙的話 那電訊商現在會 截停所有這些電話號碼 那你提到另外一些我在立法會提到的一個措施呢 我們跟這些流動電話供應商有溝通 一直合作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計畫 短訊方面 因為很多受害人都是受到一些假冒的短訊 我們跟供應商合作 看看在短訊發出的過程 能否加一個符號來讓收短訊的人去分辨是否是正確的 而這個只是其中一個計畫 我們跟他們都密切的合作 看看是否可以進一步的去堵截有關的詐騙案 我剛才提到所有的持分者 我們也需要他們支持來準備更多的措施來打擊提示上升的詐騙案 你提問關於國安法 我就沒有這些數字的信息 或者我們記者會之後可以提供這個信息給你 下一位 請問 2022年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 較2021年相比是呈現怎樣的趨勢呢 香港警方對這類案件的打擊力度如何 另外問題是香港目前的治安還存在哪些風險隱患 警方將如何應對 謝謝 謝謝 你不介意的話 我用廣東話跟你說 好嗎 謝謝 2022年違反國安法的案件 相對2021年我們看得到 從國安法定立後 整體的治安情況是穩定下來的 我們當然這方面不能夠掉以輕心 就像剛才說 仍然我們還是擔心本土恐怖主義會發生 比如說大家可能記得2021年七一曾經有一頭孤狼 在收狗門口襲擊我們的同事 這些事件能不能防止它再發生 就像我剛才說不能丟以輕心 我們在收集情報一定會加強這個力度 就像剛才劉志偉處長他說 我們希望呼籲市民要提供更多的情報 包括透過不同的渠道 國安熱線反恐舉報熱線 可以提供情報給我們 從而達到一個警民合作反恐 你看到什麼可疑的盡快去舉報 我們會線上線下 我們還是發現有一些反中亂港分子 就透過社交媒體做出煽動行為 我們每天都在監視 如果我們知道煽動行為是誰發動的 我們就會果斷的執法 務求這些人 神之欲法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經濟日報 跨國罪行 去年近期有一些跨國的犯罪 包括賣淫 怎麼樣去打擊這些跨國的組織罪行 你會不會擔心在通關後 這類的罪行會不會增加 第二 二十三條特首 剛才說了 在今年明年會做資訊 你有沒有足夠的人所配合這個工作呢 跨國罪行 當然 國際性的罪行 我們也會關注的 大家也會留意去年十月 我也出席了一個國際刑警的組織的會議 在那個國際會議裡邊 我就跟十二個國家有雙邊會議 我們都在討論 一起去打擊處理跨國罪行 特別是網絡罪行 大家都知道網絡無邊界 我們跟其他國家一起携手合作 我也剛剛一個多星期前 也去了阿布札比國際刑警組織安排的 在那個會議裡邊 跟六個國家 有一些雙邊會議 都是討論跨國罪行犯罪 大家同樣也同意 需要雙方的合作 尤其是網絡犯罪行 關於通關後會不會案件的上升 三年前我們看不到因為通關 就是關口通關就明顯有特別的罪行上升 但是遊客多了來香港會不會導致部分的罪案上升 這個我們也會密切地注意 我們一發現有這樣的趨勢 我們也會盡快地去執法 募求減低 不要給這個犯罪有機會發生 23條立法諮詢 這個大家也知道 23條立法是香港政府一個限制責任 保安局跟政府一直在這方面加強這個諮詢工作 在適當的時候會做諮詢工作 好謝謝 處長還有些說話跟我們分享 今天是情人節 首先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我也看到了很多年輕男士女士 如果還是談戀愛就祝你們早點修成正午 那麼在情人節也有一些巧克力送給大家 當中我們有一個防篇巧克力是能吃的 可以吃的 裡面他有一個他貼上了獎金還是獎金 就提醒大家片圖他會騙人 裡面有一顆白色有一顆黑色的巧克力 寓意是希望大家黑白分明 每次遇到可能的片案 大家需要分析 需要分辨是不是片案 大家如果有懷疑 我們除了有防篇18222防篇熱線 這個是24小時的熱線 不停運作的 你有一點點懷疑就可以打電話 花你一兩分鐘 另外我剛才我們明天會推出一個防篇伺服APP 這個更加便利大家有什麼懷疑 有什麼網址 可以透過這個移動的APP 可以看看是不是曾經用過的一個片案的電話等等 最後再重複一下 就希望傳媒朋友大家幫幫忙宣傳防篇的信息 我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是大家知道除了數字明顯上升 這些片案很多人一生的繼續就給騙光了 要借貸跟財務公司借錢 前一段 早陣子大家都記得有一個非政府組織做了一個統計 那些片案的受害人 大約每五位就有一位有自殺的傾向 因為畢生的储蓄都沒有了 還有舉債欠下了債向 所以大家可能以為 我不會成為受害人 但記者身邊還可能會有 大家也不想有這麼事情出現 有很多都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他們的畢生的儲蓄都沒了 所以希望各位媒體朋友幫幫忙 多做防篇的宣傳 大家也記住 也幫忙去提醒家裡人 身邊的朋友家人等等 再次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情人節快樂 謝謝 謝謝處長 今天的記者會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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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